Hello,我是Chef Mei Chow 我是Little Bao的創辦人 今天會教大家做一個 阿根廷紅蝦陳村粉 我第一次遇到陳村粉 很幸運,去了大班樓吃飯 大班樓雞最出名是 亞洲第一中菜廳 他做了一個叫做 雞油花蟹陳村粉 其實陳村粉和腸粉是很相似的 但是它是摘在一起的手法有少少不同 所以質感會比較實身 給腸粉 我們今天就是用這個陳村粉 做一個西式的方式 用紅蝦和龍蝦的鮮味 去掉這個陳村粉出來 材料有什麼呢? 有新鮮的陳村粉 紅蝦 這些是全開邊的 你看到裡面有很多膏 這些用來拿出它的鮮味 這個就是我們叫日式的白醬油湯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們去日本超級市場 可以買一個白醬油 然後只有一份白醬油 八份水就做到這個基礎 這個就是我們拿出蝦殼 蝦頭 去掉了一個紅蝦的湯出來 我們用了一些西式的材料 這個你們可以現成買一個 例如龍蝦湯也可以 如果你想在家裡煮 不要浪費了一些蝦 或者一些鞋的殼類 你可以自己打這個湯也可以 第一步我們教 你看到這個很帥氣 因為有些同事幫我改的 現在我們自己先起蝦 首先幫它修飾一下 就是如果你們覺得 慘口或者什麼 可以修一下蝦腳 因為蝦頭我想煮久一點 所以我會拿蝦頭 幫它開邊 開邊之後 留蝦頭在上面 先剪掉殼 先放下 你看到裡面也有蝦腸 我現在先開邊 然後再走蝦腸 四隻就基本 很疼愛家人 不是放八隻 首先我們先熱個鍋 中大火都OK 中大火首先 我們會先燒香紅蝦 拿了些味 但紅蝦其實不需要煮全熟 你當半生熟 這樣吃 味暖其實已經夠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大火一點 煎一煎 先一小匙牛油 你會看到蝦身也挺透的 我不會直線去燒蝦肉太久 因為我們真的在說30秒 其實我一反就起了 所以最重要是不要讓它過熟 這是為了給我們常常叫 Pen Seasoning 我們一會兒還沒下東西之前 好像絲維花一樣 你有底部的香味 蝦的香味 你才會調出剛才的味道 所以我現在反一反它 好了 我已經是 起了 你看到裡面其實還是生的 我不需要它 在這個時刻我不需要它熟 現在你看到鍋裡開始有些 焦了 我把蝦頭丟進去 燒一燒香 現在再加少許牛油 這個時候我已經開了一盒醬油湯 你當每一盒醬油湯 我會加入半份紅蝦湯 差不多 第一次煮 我覺得本身要考慮 就是陳川粉沒有什麼味 就是要靠很多汁去吸收 我覺得你喝下去的時候 要覺得自己好像在喝 龍蝦忌廉湯的濃度 你覺得已經適合 其實偏再濃一兩成 其實已經可以用來煮麵了 你看到我現在的蝦頭都拿出來了 其實那些膏已經進去 你看到我現在的湯裡面 都濃到爆炸 你看到的顏色又深 如果你吃到或者聞到 那些蝦又很香 但是你看到有些蝦殼 我們不味的我們就隔一隔它 剛才的湯 放進去 你看到陳川粉都挺挺身的 所以現在要給它一點時間 烏一會兒 如果你鹽它大條 我們可以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可以 如果喜歡的話 喜歡長的話就不用剪 要不然可以剪一剪它 你看看你星期六還是星期一 現在就不要吃得那麼肥 對吧 星期六慶祝就 多放進去 對吧 那如果你看到現在 可能這些位置 還要煮多一會兒 其實我不介意在這個位置 加一點點水 讓它再煮多一會兒 現在你看到陳川粉已經淋了 這樣就加一點粟粉水 收一收汁 陳川粉其實會繼續吸水 可以變相你只剩下 你看到其實很奶油 現在已經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我們放上桌子會再吸多一下 現在已經完成了 現在我們陳村粉就熟了 你看到在底部 我現在會拋蝦 這些就是剛才燒好的紅蝦 暫時放六隻 好 剛才我們的蝦是半生熟的 我們再煮 如果你不想燒 我們可以燒得更好 還有燒香的味道 如果不想燒 可以剛才在鍋子裡再煮一下 或者入爐裡 暖一暖都可以 這個是蝦子 我們就完成了今天的紅蝦陳村粉 今天給大家一些小提示 煮陳村粉的時候 記住要有湯和陳村粉一起在鍋子裡 還有要溫柔地拿 不要到處用筷子捉 另外記住煮紅蝦的時候 其實蝦頭永遠是大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想煮得完美 記住分開蝦身和蝦頭 讓蝦身有時間煮到半生熟 蝦頭可以用時間煮出味道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